我们再来看到大家担心的不是生意之外 老百姓担心的是说 我们到底会不会有出现肾结石的状况 或者说小baby该怎么办 今天在北中南都出现了新的状况 也就是台北市政府说 可以免费来进行检测 而高雄市卫生局公布 可以替民众来免费检测之后 来申请检验的民众 挤爆了卫生局 有民众把家里的所有的奶粉跟吉隆包 全部一箱一箱的拌过来 甚至连牛嘎糖跟棉花糖都是 卫生局人员非常困扰 高雄市卫生局集满 着急的民众 大家把家里所有的奶粉跟吉隆包 通通拿来检验 就怕喝到毒奶粉 他都说大人吃的 我就买了 我这边都好几罐 家里好几罐 说拿来烟 比较放心 安心的吃 他说不用烟 我就带回去了 因为每天都在喝 所以就检查一下 比较放心 新闻 报到这样 这客人 这中国大陆做 也欢得 有些品牌的奶粉 卫生署早就公布 没问题 但民众还是不放心 不管大人喝的 小孩喝的 统统搬过来 实验室成堆的奶粉包 都是民众 送业的样品 同仁也都有在加班 把这件尽快能够把这件事情落幕 那同仁昨天也加到八九点 这次检验以奶粉为主 却有民众把胶囊 精力汤 甚至还有牛嘎糖跟棉花糖 通通拿来检验 让卫生局人员非常溃扰 免费检验持续到九月底 不过卫生局呼吁 有些通过检验的品牌 民众可以打电话询问 这次大牌长龙的状况 看来 毒奶粉事件 真的让民众很担心 中天新闻成事 易高梦柔高学报道 而差不多一个 感谢观看